欢迎大家,这里是小百姓的新闻 大家有关中国的新闻 接下来在零坏的内厂 我们的缘民会 有关关系人们是有关的 我们直到一家旷那边 我们的新闻 看到我们不可能 但我们会发生 知不知道怎么知道 有点运动 你们政府的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法治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程序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在各个地方都有一些传统领域跟开发案等等的这些冲突 针对这些传统领域跟开发的这些冲突上面 这个法治化的过程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有正当性的法律的依据 好像真的在跟着祖先一起走路 你会去想象说他以前是怎么在这个空间生活的 感觉某种程度就好像跟过去的祖先有一点连结了 我觉得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文化意识的觉醒 我们如果不能趁这个时间把我们的想法跟他们国家取出沟通的话 那最后定出来的法律可能跟我们对传统领域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在中国人和保护的政策推动中心 我们在中国人和保护的政策推动中心 我们在中国人和保护的人包括新人 我们在一些无法打造成的想法 我们在地图我们在中国人的高兴在国家身体冲出沟通的 我们在中国人和保护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